欢迎观 罗织K昂花高担地在过期因为发言的问题 无法度设立电汇条和向台电公司申请用电 让昂花农市民做工作是真不方便 在这处在国电风团委共同努力进出之下 经济部最理数是通过上官高担地昂花用电的发言 现在面证只要来到共受定期 并且通过台湾和传局上官用电的许可 就会等来用台电申请用电 因为发言的问题 过去罗织K昂花的高担地是无法度来设立电汇条 因此农市民是无法度向台电来申请用电 那是要来使用用电的机械 就需要个人买由透过发电机来发电 现在经济部最理数已经来通过高担地昂花的相关用电发言 我们对于所有的河川使用的申请许可户 它只要在它合乎我们的相关作业规定的要求之下 自然可以设立电感来使用试电的方式 来取代它过往要花费相当多的经费 去购买柴油 藉由柴油发电机动力发电 在过去因为无法度向台电来申请用电 因此农市民就在工作是很不方便 确实要来付出更多发电的成本 以现在透过发电的通过 大家未来的工作效率也将出版公布 解决很多年农民无电使用的困扰 还要造成他们政策的负担 所以说这是一个好的政策 我们的农作物都要吃水 如果我们不可以用电 会造成农民的经济会更重的成本 现在可以用电之后 可以让我们的乡亲在经济的时候 更加提升他们经济的效率 立法委员老建国表示 感谢经济部水理所可以为民所谷 通过国团队的上官用电发令 以第四号传叫亚传行公所共同配合 都会协助农民来提升申请用电铸料 也要以上京的速度来做生涯 可以让我们轮背大的富家 在洛杉坚竟做这些事团 得到一个好消息 所以这些官员办理 如果大家还没有清楚的地方 这来麻烦行程和传掌 来对大家赌三天赌免 给我们所有的事团 在家庭作业 可以更加利便 更加性交谋 在我们的市区局 用最快的速度 把这个企业的程序 差不多一个月来走完 我们的事团 就可以来台南申请 来用电 现在路水系研发的国团队 已经可以向台南公司 来申请用电路 欢迎所有书局的民众 都会让整容申请 第一件事 发展身份的东西 要来增加更多的好论 本年新闻综合报道